大家好,我是超子 您知道饭店里面的香菇菜心是怎么做的吗? 看似一道简单的家常菜,原来有这么多技巧 今天我来教你详细做法 在家也能做出酒店的味道 首先准备一小把干香菇先把它泡软 泡软以后,泽干水分大一点的一分为二 改好刀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新鲜的菜心用清水多清洗两遍,彻底洗净 洗好以后稍微控水,用刀去除一些老一点的根部 再菜心的梗布,用刀切开一分为二 这样更容易成熟,更容易入味 全部处理好以后,放入盘中备用 五毛钱的猪肥肉,用刀切成薄片,再切成小丁 现在我们这里猪肉十块钱一斤,可以尽情地吃了 再准备一点小料,少许姜片,蒜片,还有葱花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材料全部备好 接下来开始制作 洗锅,做水,放入两小勺盐,少许植物油 放盐和食用油,煮的菜心 可以入少许底味,还可以使菜心更绿,营养不流失 水开以后,下入菜心 先煮它的根部,因为根部和叶子成熟度不一样 根部先煮一分钟,然后全部放入锅中 开大火在锅中,再煮一两分钟 大火把菜心煮至断生,成深绿色,捞出空水 用勺子把水分压干,然后摆入盘中 准备好的香菇,同样在锅中焯水 我们在食用菌类时,最好先焯下水 在锅中煮一两分钟,捞出空水备用 另起锅,锅炒空气 烧至毛烟以后,放入少许油 先用油,润面锅的全身 放入切好的肥肉丁,在锅中煸炒 把肥肉煸炒出油 炒出油以后,放入准备好的葱姜蒜 在锅中煸炒出香味 小料炒香沿着锅边,烹一点料酒去向增心 放入焯水的香菇,在锅中简单翻炒拌来两下 放一点老抽,调下底色 接下来加入两小勺清水 香菇用猪肥肉稍微烧制一下 吃起来会更香,更鲜美 放一点盐,白糖,胡椒粉,蚝油调味 开中火在锅中烧一两分钟 把香菇烧至入味 一分多钟以后,出锅之前 勾入一点水淀粉,锁住汤汁 开大火把汤汁烧至粘稠 拎上与葱油或者芝麻香油 把烧好的香菇浇在菜心上面 一道营养又美味的香菇菜心就做好了 这种做法是不是跟您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呢? 如果感觉我的视频对您所帮助 麻烦动作您发财的小手点按关注点个赞 赞忙在内,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拜拜